哈囉,我是薛靈六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關於Mac系統新手入門的第二集 如果你還沒看過第一集的話 在這裡強烈建議你先點選影片的上方 收看完第一集後再來看第二集喔 要如何查看自己電腦的正確出產年份呢? 請將滑鼠移到左上方的蘋果 點選第一個關於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最上方 會出現你這台電腦的版本 接下來下面的第一行 就會出現你這台電腦的年份 關於這個年份有什麼重要的呢? 首先可以分成兩點 第一點,如果你今天要購買一台二手的電腦 你不太確定這台電腦的新舊程度 你可以請對方提供這台電腦的正確出產年份 再來第二個 Apple隔一段時間就會釋出新的版本 要求使用者升級自己的版本 但是推出一個版本的時候 Apple的官方網站也會寫上 目前正在淘汰的機種 如果電腦太舊,就無法更新新的軟體 所以呢 電腦的初產年份還蠻重要的 如果你今天購買的電腦年份 實在是有點久遠的話 那這樣子新的版本 除了不能使用到以外 後續一些比較新的軟體 你也會沒有辦法裝上去喔 如果你要更新你的電腦 以及更新你的軟體的時候 請到你的App Store 打開以後更新項目 在這裡會顯示你目前正在使用的系統 以及軟體需要更新的選項 你可以選擇手動的方式更新它 另外有一點很重要的是 幫Apple官方釋出新的OS系統 它在更新項目這裡都會顯示出來 這時候你可以選擇 你是否要將你的系統升級 系統升級的部分基本上都是免費的 開啟品號設定 點選使用者與群組 你可以看到你的使用者名稱 如果你這台電腦有非常多使用者要使用的話 你可以從這裡來增加新的使用者 增加方式呢 你要先把鎖頭解鎖 輸入你的密碼以後 這個加就會呈現實心的狀態 我的使用者圖案難道只能用內建的嗎 像你點選編輯以後 你會看到 你點預設 裡面就是原本系統裡面預設的圖案 點選相機 就是你這台電腦的前置鏡頭 那點選照片的時候 你會看到 好像什麼東西都找不到 那我要如何快速的更改我的大頭像呢 你只需要開啟一個資料夾 選擇你非常想要當大頭照的圖案 按住滑鼠左鍵用拖曳的方式 直接拖曳到 張照片上面 這時候你會看到使用者照片出現的一個加號 放開滑鼠左鍵 下面的拉桿你可以調整 你想要圖案的大小 按下儲存 完成 大頭照更改完畢 有時候你會不太確定你到底已經開了哪些軟體 你加滑鼠一道下面去 當這些 icon下面有呈現黑點的時候 就是這些軟體目前正在開啟中喔 當你正在使用一套軟體的情況下 你想要快速的切換其他軟體 要如何使用呢 切換的軟體它必須要呈現是打開的狀態 在這個情況下 你才可以選擇這些軟體喔 按下comment加type 這時候你會看到你的螢幕會出現你正在開啟的所有軟體 請記得comment先不要放掉 這時候你只要輕按type鍵 就可以選擇你要切換的軟體 假設我今天要切換軟體是網頁的話 停在上面以後呢 將comment鍵放掉 大家可以記住這快捷鍵 真的非常方便又好用喔 通常開啟資料夾的方式 都是點選資料夾連續按兩下 它就會進入到這個資料夾裡面 但是你要返回上一頁的時候 還要點選左上方的鍵頭喔 那如果你今天要開啟多個資料夾 建議你可以使用分頁的方式 按下滑鼠右鍵 選擇 以新標籤打開 資料夾上面 就會多出一頁出來 你按回左邊這個 就會回到你原本舊的資料夾 也就是說 你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開啟許多資料夾 建立在同個分頁上 這樣子你的資料夾視窗 也會比較整齊 當你滑鼠一過去 上面會出現一個叉叉 按下去後 資料夾的分頁就會被你關閉囉 如果說你要將你的icon 以及圖片變大的話 是按下面的拉桿 不過這裡有個問題 就是拉桿不管將圖案放得多大 底下的文字都是一樣的小 那我要如何將這些文字放大呢 在資料夾的視窗空白處 點選滑鼠右鍵 選擇打開顯示方式 點下去以後呢 就會出現這個小視窗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文字大小 通常內建都是12 你可以調整你要的自己 在這裡我示範15 看到文字變大了嗎 同學們可以針對自己的使用方式 選擇適合你自己的文字大小 在更改檔案名稱 都是習慣按下滑鼠右鍵 點選重新命名 來進行修改 但其實有一個方法更簡單喔 點一下你要修改的檔案 變成反黑的樣子 你按下鍵盤中的Enter 你就可以快速的更改你的資料夾名稱囉 這方法真的非常的快速 突然遇到軟體當機的時候 要如何強制的關閉軟體呢 點選蘋果 強制結束 通常當機了以後 軟體名稱後面會顯示 沒有回應 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使用強制結束 如果你今天在一個網頁上 或者是你今天在打文章 你想要快速的輸入表情符號 要如何使用呢 在這裡分享一個非常好用的快捷鍵 首先我先打完文字以後 接下來我想要貼上我的表情符號 你只要按下你鍵盤中的 Ctrl、Comment、空白鍵 三個按下去以後 你就會看到表情符號出來了 這時候你就可以選擇你要的表情符號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記得留言給我吧 貼一堆表情符號 來展現出你們學習的成果喔 別忘了 如果喜歡的影片 可以按個喜歡 或者是把影片分享出去喔 我的影片分成三種類型 軟體教學 春單開箱 插圖分享 無論你喜歡哪一種 都歡迎你直接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